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以弥补的过错 我就是傻 为何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消失不了的心头 一个哭泣的母亲 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她是为了她吗 扑法栏目剧用心之作 实际迷你剧集入字 书写爱的力量 看扑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扑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扑话 从今天起 我们要为您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叫做肉刺 这是一个跨越了二十多年 关于女性命运的故事 我们的女主人公徐英 是一名农村卫生站的护士 她年轻漂亮 性格中带着一丝倔强 在工作中 她认识了一个年龄相当 看了热情的男人 叫周葵 周葵被徐英所吸引 向她展开了追求 两个年轻人 很快就陷入了热恋 不久后 徐英怀上了周葵的孩子 而就在徐英为了爱情 想瞒着母亲和周葵 偷偷生下这个孩子时 此刻的周葵 却正在和另外一个女人 举办着盛大的婚礼 就在那上面 快 弄羊水都破了 你快给看一下 我就路过这 她叫我帮她 能行吗 她这是要生了 你赶紧出去 上脸开训练 这能行吗 我都天生了那么多孩子了 没事的 你快去吧 你这要生了 你家里面的呢 怎么没人呢 我老公 她光派出国 我怀孕了 什么 今天刚查出来的 我怀孕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我见这孩子都不要 这生孩子 儿本生娘本死 这疼的时候在后头 待会儿啊 你听我指挥 我让你用力 你就用力 别瞎使劲啊 来 大姐 大姐 我说你老公也真是的 生孩子这么大事都不陪着你 空派出国的机会很难的 我不能影响她的前程 不过她说了 等她回来 就给我办一场上大的婚礼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在百忙当中 来参加我女儿 赵敏和女性 周葵的结婚庆典 谢谢大家 下面啊 我要隆重推出 两位重量级的人物 那就是我们的周航长 还有我们的李县长 来 请上来 你爸的面子可真大呀 那是当然 这些叔叔阿姨 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谢谢 你呀 跟我结婚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会对你好的 子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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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胚胃部证难产呢 你又要不要上医院 姑娘 要不要咱们上医院嘛 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 生下来 你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好 你坚持住啊 PET 我说的是我 我说是这个孩子 有点我 你坚持住啊 对 你坚持住啊 你们坚持住啊 你坚持住啊 我说你坚持住啊 有点我说是什么 我说你坚持住啊 您坚持住啊 出来了 出来了 是个儿子 许英 许英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面的 你给我出来许英 你 你给我出来 四丫头 你躲得了初一 你躲不过十五 你就是跑到天涯下 我也把你找得回来 你生了 你死丫头 你怎么就不进券呢 你还没结婚呢 你就生孩子 你以后怎么生活 你还有脸贱人吗 你 你为了他 你什么都不顾了 你工作工作丢了 你人才两公年 你是被他换了 什么迷回药了 妈 我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人家周葵说了 他回来 就给我举办一场 生大的婚礼 还办婚礼呢 换你个头啊 人家都在城里结婚了 你还做没梦呢你 你瞎说什么呢 他在国外的 他还给我寄明信片了呢 在国外 你亲眼见到他 在国外吗 人家把你骗了 大姐 你说的真的 他在哪 我现在就去找他 姑娘 姑娘 你不能下床 大姐 这你的丫头 我刚刚生了孩子 这不能生气 这要是以后 落下月子病 就不好了 来来来 来 看看你的孙子 孩子 你来的不是时候 妈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是谁告诉你说他结婚了 没人告诉我 都是被你气的 我胡说八道呢 我不信 我真是被你气死了 我真是被你气死了 你一走几个月 连个音讯都没有 我到处打听你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 我咋给你四季的爹交代 我 行了 你好好坐月子吧 等你坐完月子 咱们一起去找周葵去 他就是在国外 我要把他找回来 大妈 那我们就先走了 爷呀 你看 今天多亏你们了 谢谢你们了 我给你们煮荷包蛋去 大姐 不用了 我们这是做好事 不行 这关系还是要的 我得给你们准备红包啊 不过我还请你们 再帮我忙 帮我爸爸孩子 我给这死丫头 煮点吃的 他娘有了 这孩子才有吃的 谢谢啊 我马上就好啊 来 来 哎呦 快看看你的宝贝儿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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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子 你刚出月子可别受风寒呢 我知道 我就是不相信 周葵他真的在城里跟别人结婚了 难道他不要自己的孩子了 哎呀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那时候你刚生孩子 我能敢告诉你吗 不管是真是假 咱们到他们单位上去问一问 不就清楚了 小心点 主任 周葵 他是公派出国去了吗 出国 没有啊 那他在哪儿啊 他早就调走了 起码有半年了 听说 他找了个干官的女儿 直接调到省城政府机关去了 那 你有他的地址吗 能不能给我一个 好好 你别着急 我给你写一个 好 ه 伤奏 有什么来 就说 你把她们交出给了 有什么ヤ muk 那我怎么办呀 等我沾完这小歌 我把你接过去 真的 真的 不许你看城里的姑娘 放心吧 到时候跟我一起到城里去笑 夜舞 夜舞 一天不来一天清 夜舞 夜舞 一天不来一天清 我怀孕了 什么 今天刚查出来的 我怀孕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我感觉孩子不能要 因为单位马上要送我出国学习营 我不能照顾你 夜欢 她 幸好 夜 你哭什么呀 逆三 怎么了 是不是周葵出什么事了 他没出过 骗了我 那你为什么还给我撒谎呢 都被你说中了 这下你满意了 我就是傻 我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 他早就不想要我了 我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 还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就是傻 我就是笨 这下我倒霉了 我活该 你满意了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妈还不是恨你傻呀 恨你不听劝呢 你是妈的亲生女儿 我能看你笑话吗 我还不是着急吗 妈还不是为了你好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在省城 我可能也不知道 她也好 她还让她回来 你经常没说 你去看她 我还把你春天 宽 你真的是 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 周葵你给我出来 周葵你给我出来 上班时间别吵 我们找周葵 你叫他出来 他们找周葵 你先进去 你们找周葵是吧 跟我进来 请坐 周葵他在哪儿啊 你是他 什么人 这是他老婆 这是他孩子 他是他老婆 我是他谁呢 你是 我们俩已经扯了症了 还办了婚礼 所有人都知道 你说我是大神 你看我说什么了啊 人家都吃眼看着呢 就一杀你什么呀 我闺女儿 我闺女儿被他糟蹋了 我们要找他讨个朔了 这孩子怎么办 我闺女怎么办 就算我求你 你告诉我周葵他到底在哪儿 有些话 我必须当面跟他说清楚 周葵 周葵 你涉嫌贪污受备 请给我们走一趟 周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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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葵你去哪儿 周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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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ying 周葵 周葵 如果你非要知道 也行 我给你写个地址啊 明天呢 你就可以去找他 周葵 丫头 这什么地方啊 好像不对劲 这里是监狱啊 那你的会不会是整我们的 他可能调到这里上班来了吧 哟 来得挺早的呀 珍葵他在这吗 是啊 就在里边 他是调到这里上班来了吗 他贪污受贿 我一家挪用公款 判十年 不可能 你骗我们呢 那你自己进去看呢 我今天来呢 是跟他提出离婚的 你们来了正好 一家团聚 也算给他一个安慰 安慰个屁 我们还要骂他呢 畜生 大骗子 如果你是来骂架的 那我下周再来提出离婚就可以了 毕竟夫妻一场 一天之内打击不要太大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为了你 看我妈闹翻了 我还为了你离家出走 我还给你生儿子 是个儿子 你没资格做他爸爸 你就是个混蛋 你应该被关在这里一辈子 我当初告诉你不要让你生气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跟你说了不让你生气 你干嘛不做下的话 坐下 是你没有跟我说清楚啊 你又没有说你不会跟我结婚 你会跟别人结婚 你这个骗子 人往高处走 水往地出流 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绕好 就当自作自受吧 那你告诉我 我现在怎么办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 你不想负责任 你可别忘了 那是你的儿子 我在这里面我怎么负责呀 谁得把他生下来的 自己想办法 你这说的什么话 当初是谁点燕蜜蜜的时候 要跟我结婚的 是谁骗我的 你就是个混蛋你 你骗我 你骗子 你就是个混蛋 你牵手不如 报告 我想回去了 赵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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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去了 你妈妈 你妈妈说清楚你们 早早快 早快 你过不来 你出来 你过不来 你过不来 这周葵 一进去就十年 他又不认着孩子 你说怎么办 我自己生的孩子 我自己养了 你自己养了 你以为养个孩子就那么容易啊 你不吃饭了 不工作了 我家里还有那么多能活呢 我可不给你带着孩子 我也不好意思带回去 你也不动脑子 好好想一想 你十岁那年你爹就去世了 我把你养那么大我容易吗 你不是不知道啊 你现在还没结婚了 你就把孩子生出来了 这叫什么 这叫师生子 你毁了你一辈子不说 你还害着孩子 一辈子被人戳几两骨 リ达子 我 颖子 你听妈话 你要是愿意 咱们找个好人家 把孩子送过去 比跟着你强 难不成 你还等那个混蛋出来 他还坐十年牢呢 我才不会等他呢 他只好一辈子没出来 这孩子本来就不该生 可你皮屈俊 你非把它生出来 你把它生出来干什么 你这是害他一辈子 一辈子都不得消停 周葵利用职务之便 挪用公款贪污受贿 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 我国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当年实施的 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手贿赂的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赃款赃物没收 公款公务追还 犯钱款罪 致使国家和公民力 遭受严重损失等 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1988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 补充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 经济经济组织工作人员 或者其他经手管理 公共财务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盗窃骗取 或者以其他手段 非法担有公共财务的是贪污罪 此外 国家工作人员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 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务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进行非法活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进行盈利活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是 挪用公款罪 周魁因为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被判处了 有期徒刑十年 而此时才二十岁的许英 也经历了她人生当中 最黑暗的日子 爱情灰飞烟灭 曾经的爱人被捕入狱 只留下一个婴儿 夜夜哭闹 她的未来 可以说是一片茫然 许英的母亲开始劝说许英 只有将孩子送走 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归宿 面对眼前的这一切 二十岁的许英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彷徨和无助 这些 都是我亲手给孩子打的 就算是送人 我也希望孩子能够穿着 我为他做的衣服 我也希望一下 你不要 你不要 英子 英子 别难过了 二婶说了 这两口子人挺好的 家里条件也不错 就是不能生育 孩子跟了他们 不会受罪的 来了 你们两个 是二手介绍来的吧 对对对 孩子在这呢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收下吧 拿着吧 我们不是为这个 只要你们对孩子好 我们就放心了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对孩子好的 不会亏待她的 你看 这是给孩子准备的东西 这毛衣是她妈一针一线打的 给孩子穿的 孩子东西都在里面了 你放心吧 我们两个没孩子 肯定会对孩子好的 来 这是我们地址 什么时候想孩子的时候 来看一看 把孩子给他们吧 壁纸在这呢 给我吧 慢点 慢点 那我们就先走了 走 怎么了 一定要好好照顾孩子 放心吧 放心吧 孩子要吃奶怎么办 我都给他们交代了 奶粉都在里面了 你放心吧 她每天都爱着我睡 她找妈妈怎么办 这孩子还小呢 过两天就适应了 她要去身边了怎么办 她冷了怎么办 哭了怎么办 你放心吧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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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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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 英子 我 我 坚持一下 我一定要 把这些孩子 生下来了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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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 回来 回来就不要命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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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别想了 以后咱们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妈 我们去把孩子要回来吧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我自己的孩子 再哭再累 我都认了 你傻呀你 咱们不是有那对夫妻的地址吗 我们明天就去把孩子要回来好不好 没有孩子我活不了 我求你了吧 我求你了吧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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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瞧了 这上个锁呢 可能他们出去了 咱们再等一会儿啊 哎呦 大兄弟 您知道这家人到哪去了吗 这里没人 这家人早跑了 跑了 跑哪去了 那哪知道 警察都来找过 听说这家人 听说这家人是原犯的 专拐卖小孩 我就住隔壁 这么久都不知道 从来没有听到过小孩的哭声 好像 听说为了什么 安眠药的 您可以啊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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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孩子 我的孩子 怎么办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他都找不着 你能找得着吗 是我害了他 我就是要去找他 送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 让你不要管他 以后不管他怎么样 都跟你没关系 你就当没伤过他 可我就是生了他 我多难得把他生下来 你说送人就送人了 送人的时候 你也答应了 可你说是二婶接受的人 你还说比咱们家条件好 现在人都不见了 那就是他的命 以后他过得怎么样 那是他的造法 你这一辈子你还得过下去 我不过了 我找不到他 我就不过了 他是那个混蛋的儿子 你难道为那混蛋的儿子回了你一辈子吗 他是我的 是我 你给我回来 你个死丫头 你给我回来 你回来 死丫头 死丫头 我回来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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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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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